要看这个节目 杨总啊 这个就是 九国争霸游戏的公测版 我们这个任务 基本就算完成了 好啊 韩总监 现在市场行情这么好 我们早就盼着这款游戏 早点上市了 而且我们公司 还有意向 继续跟你们合作 好啊 欢迎欢迎 但是 这个您看啊 我这个程序员 为了赶这个游戏 好几天没睡觉了 下一次合作的时候 能不能把这个价格稍微的提一下 我也能发发红包什么的 好说 好说 韩总监真是强将手下吴若冰啊 你的程序员个个都是这个 谢谢刘总台 其实我和我的团队呢 对下一款游戏也有了新的思路 只要刘总你喜欢 还有刘总能出得了这个钱 这个软件上绝对是没问题的 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要有好产品 咱们再约时间详细聊 好 请老板 我听说你在找最优秀的游戏项目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优秀 也要测试之后才知道 我这个是TID公司 最新制作的游戏 还没有对外发售 师傅 点评一下吗 点评什么呀 你给我打死了你看你 来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这叫长江后浪推闲浪 潜浪拍死沙滩上 得死是吧 得我干你啊 我说了很多次我还要说一遍 我谢谢你 又来是吧 你这生活中对我太好了 你这生活中对我太好了 兄弟我跟你说啊 这个啥事都不是事 是事就一阵 这生活上呢 没有过不去的坎 小新这事呢 没事 放心吧 兄弟我跟你一块儿扛 行吗 进 走 主编 这里是十万块钱 五万块钱是分红 剩下的五万是我 赔给社里的 这样我就不欠社里的了吧 小新 你哪来这么多钱 这你就别管了 我希望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 按说这也不是钱的问题 是吧 关键是得给读者一个交代 我这也是挥了展霸素 希望你能理解 主编 其实小新在这件事情上 不用再说了 这件事情必须严肃处理 直到恢复读者队业 杂志社的卸认为止 我接受处分 等一下小新 主编 是不是只要员工犯了错误 就一定要停职 连改过的机会都没有 那得看事情的程度吧 你要是这样的话 大家都不求有功 只求无过 咱这事还怎么发展呢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 可是这件事情影响实在是太坏了 如果你非要因为这件事情 处分一个人 处分我 这可是为难我 主编 小新是经过我的推荐 才当上这个运营总监的 严格来说 她犯了错误 我也有连带责任 如果你非要让她停职 就是不想让我在社里待下去了 齐主编 现在社里正需要用到你的时候 你要顾选大局 是我能力有限 所以才事情做不好 我接受处分 停职待岗 让小新继续待下去 将功补过 也可以通过这件事情 告诉所有员工 犯错误并不可怕 只要我们勇于承担责任 积极改正 社里还是会给他们机会的 您说对吗 又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还能说什么呀 将功补过 谢谢主编 你们俩忙去吧 谢谢 与你лы瑕 但是我四下 我应该整理好 不然科叫第一人 跟一个女生儿桜 先去吧 想给我 regiment 告诉我们 说 260 盟友 没错 我们是盟友 这是变形泡泡糖 泡泡糖我家里也有 这个嗨这就也是你的 嗨 看什么呢 这都几点了我这肚子直觉 你饿了那你先吃点水果 饭前我吃水果我这胃受得了吗 做点什么不行非做西餐 那是给你做的吗 这不是给孩子做的吗 凯文你爱不爱吃妈咪做的西餐啊 爱吃 你听孩子爱吃西餐你会做吗 我会做什么呀 那不得了 凯文一会儿你和奶奶和妈 吃西餐爷爷吃完面去 好 你给我坐一下 你说你这个人啊 人家那么热情的下厨 就是想表现表现 你就那么固执瞎折的 怎么就不能给人家点面子呀 我跟你说啊 待会儿饭端上来了 不管好吃不好吃 你都得给我吃光了 做人要善良 我吃我吃我吃 我这一句话招出你那么小 你看 真不懂事 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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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都准备好了 是吗 行不念了不念了 快 吃西餐 吃西餐了 来 辛苦你了 吃饭了 真漂亮 你看这顿饭做的 也不知道 伯伯和你们的口味 行 我们尝尝 这 这怎么都渗出血汤子来了 我这个也有点生啊 是这样的伯伯伯伯伯 这个牛排啊 我煎的是五分熟 是最嫩最香的 最最香 不是这么吃是吧 对对对对 那咱吃吃 吃吃 吃 好吃 比那法国餐厅的还好吃 哎呀不行我我 我这胃犯病了我我我我我吃不了 哎呀你吃吃嘛 哦我还有件事我忘了你们吃吧 伯母 是不是不合伯父的胃口啊 别理他 他呀就是吃那个炸酱面的蜜 好吃我爱吃 开门吃 喂 吃青烫面呐 我还当你吃什么好的了呢 这不是也挺素的吗 你那跟我这能比吗 我这是健康减肥套餐行吗 你说你们咋这事啊 你这亏本就亏本 还烙得天天都吃这些啊 你也别太担心 万灵呢这段时间 都得找一些老客户 帮你去找一削富贵 我觉着吧 这钱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不是什么万灵帮我去找人家了 对呀 要是真能找着这削富贵啊 那可真是帮了我的大王了 那可不是吗 你想想你当初啊 你怎么对人家的 我错了 在万灵同志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没能及时站出来 现在我想想我简直 是哪我 nor 这我 成蔬菜沙拉面条呢 这也能吃不您 你吃啊 我吃也行 那你吃什么呀 我下楼再给你买一杯 这 我开玩笑 你去吃什么 只是我这咸蚱 浪费劲 走了 走了 我不行 不行 走了 我请你还不行 走了 万玲 是我呀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挺顺利的都挺好的 我们现在这个好运之家 很多人都支持 而且还上了那个 网络头条呢 那好啊 我没白看错你啊 你到哪儿都是好样的 干什么呢你 好 好 凯文 你妈做的鸡餐可真好吃啊 这牛排太好吃了 你多吃点啊 给你妈也多吃点 太好吃了 爸 苏氏都告诉你了吧 苏氏这两天没回来啊 有什么事啊 他现在从公司搬到我这儿来住了 他搬到你那儿去了 这么说你是原谅苏氏了 好好好 太好了 万玲啊 既然这样 你们还是搬回来住吧 何必在外面租房子呢 这段时间暂时还不行 因为工作太忙了 两头跑精力顾不上 爸 这样吧 只要一有时间 我们就回去看您和妈好吗 好 最近啊你就回来 我想你们了 也想听听你说说 你们那好运之家的事 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们参谱参谱 那肯定可以了 爸 您真是经验丰富了呀 爸 不好意思 我现在有 有个电话要进来 有点事 好好 你忙 你忙 王总 薛富贵杭州的地址 好好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好 您说 薄木 我想我不应该在这里继续住了 你不能走 他是故意气你的 你怎么就不知道呢 他想把你逼走 你要走了不就上他当了吗 别理他 你现在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最重要的 你要把握好舒适 对 儿子回来了 爸爸 妈妈跟我们 今天那牛排可香了 你要不要吃啊 爸爸吃过了啊 你多吃点吧 妈 我回来拿脸脸衣服 我马上就走啊 苏世 我笔记本电脑坏了 你能帮我看看吗 笔记本坏了 就送到该修的地方去修完了呗 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修好 我着急用 我现在修这个东西的地方 修得都挺好的 多贵啊 你 你电脑那么好 你就帮他修修吧 那去 你修啥呢 你这孩子不听话 爸 你回来了 上楼有事啊 伯父 我让苏世帮我修电脑 修电脑啊 你还是送到店里去修吧 他老婆回来都没人陪我下棋 我现在是自己跟自己下呢 让他陪我下一盘棋吧 对 你说我老婆陪您下棋 我这手都伤了 什么局面啊 破连环马 这连环马是环环相扣啊 就像一条锁链 你要想破连环马 必须拿出契机的 对居舍炮的决心 否则这两匹马 必搅你的全局啊 连环马是不好破 但是您这棋特好破啊 好破 我拿着棋谱对着呢 你快拉倒 您这马我听说 您这连环马特好破 怎么好破 我怕 出剑啊 齐涵呢 你们这个事吧 光你心里揣着他 可他心里没你 那可不行啊 你要想一个好主意 让他心里有你才行 你这小子 你是不是看过这棋谱啊 凯文教我的 你回来干吗来呢 我回来拿点衣服 好 少喝点啊 来 我跟你说 我就不喜欢来这个地方 真的脑子疼每次 心脏还不舒服 你有心脏病啊 你才有心脏病呢 那你费什么话呀 拼命就是习惯了 来边马格丽特 你喝什么 给我一瓶普通的啤酒 谢谢 你别像个老年人一样行吗 来这种地方就不良情年啊 你这酒多少钱啊 现在这是我们的酒单 你看一下 这么贵不要了 行啦 我请客跟你没关系 两位的酒 来来来 喝一个喝一个 好 郁住宅这事 早日回归正轨 谢谢啊 借你吉言 行了 别看了 走 跳舞去 我就不去 走 我就不去 快点 跳吧 跳吧 把你的所有房心事 都全部抛掉 跳起来啊 走 你最好 你能快点 走 我招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海 插具怎么没有送来啊 怎么只有插机啊 不说好了今天什么 都送过来的吗 沙发什么呢 东西是送过来了 咱不是没钱付美款吗 又让给拿回去了 又拿回去 你 你不 小心 别着急啊 你听我说 明天晚上那游戏就测试了 后天一早就拿着风红了 我再给他们打电话 我让他们送回来行吗 别着急 你应该拦一下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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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总监 这么晚找我干吗呀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出大事了 那这样啊 九郭争霸这款游戏呢 公司宠备了一年 我们几个人呢 又合力攻坚了两个月 中间大家所付出的星谱 就不用我多说了 是吧 那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款游戏呢 今天晚上就要开始供测了 是 高兴吗 高兴 高兴 先别高兴太早 我话还没说完呢 就在昨天晚上十二点 我们的竞争对手天羽公司 提前退出了这款游戏 不能吧 他们怎么会有游戏软件 甚至咱们这么大事 别开玩笑行吗 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你们不相信吧 我也不相信 可是这件事情 确实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这事到底谁干的呀 谁干的 谁干的 我也特别想知道谁干的 有这款游戏软件的 谁有三个情人 对吧 对啊 那好 那现在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 天羽公司的人 到咱们这儿 把这块软件偷走 第二 那就是我们在座的人 有人泄密 泄密 不能吧 谁这么缺德呀 兄弟 咱们出了这么大事 咱们怎么办 怎么办 我不管是泄密还是被盗的 这事我一定会查一下 对 查清楚 要是查出泄密的人 绝对不能饶了他 再会 对 喂 兄弟啊 这天羽公司 再也没有职业操守 他也不敢偷吧 这是犯罪呀 所以我觉得这问题 还出现在我们内部 你也是这么认为的 对 有怀疑对象吗 我怀疑所有人 不是你也怀疑我呀 我怀疑您 尝尔 作为兄弟 你跟我说的实话 是问题干的 你有病吧 我常开始缺钱 但我不跟你说 出卖兄弟出卖朋友吧 好好相信你 相信个屁 行了啊 都别紧张 公司呢 开过会了 这事就不要闹得太大了 但是我想 做这事的人心里 应该很清楚吧 他不太可能留在公司了 这样 我给他一次机会 今天下班以前到我办公室 我来自首 我丑话说在前头 谁要是不来 我明天马上报警 我们最近不是做那个游戏 九国争霸吗 快收尾了啊 我能拿这个数 那么多拿 这是我们公司抠 要换别的公司 咱们也得三倍 三倍 那么就十五六万吗 对呀 这是我一个人的 我们团队 咱们也得三四十万 三四十万 我去吗 我们团队 我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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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玩意 我去玩 исп了 你玩意 六月十四號 七點三十二分 我沒通過電腦 做這事的人 心裏應該很清楚 他不太可能留在公司 我給他一次機會 今天下班以前 到我辦公室 我來自首 我醜話說在前頭 誰要是不來 我來自首 我醜話說在前頭 明天馬上報警 來 喂 喂 走了嗎 晚上一塊吃個飯吧 不行啊我在路上呢 我快到家了 這麼著急你有事啊 我回去看小新家 沒事咱們就老地方 一塊吃一個唄 不行不行不行 那個咱們改天吧行嗎 我這快到家了 改天改天 咱們改天再約啊 好了拜拜 今天回來這麼早啊 好 是不是你 什麼 是不是你動了我的遊戲軟件 是我 我賣給秦老闆了吧 賀小新 你是不是 你這樣做是辦法的 你去報警啊 報警抓我好了 為什麼報警去抓你 你知不知道今天晚上 我們的遊戲就要公測了 被我們的對手提前 賞失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我們這麼多人 這麼長時間的努力 我們白費了 小新 你知不知道 我們能自信的抓內奸哪 今天蘇世問我 我說是不是你幹的 我拍著胸脯我跟他說 這個人肯定不是我 你怎麼讓我面對我兄弟 怎麼讓我面對我的同事 你好什麼呀 你不說不就行了嗎 誰知道是你啊 你不承認他們能拿你怎麼樣 何小新 你怎麼能這麼幼稚呢 你做出這樣的事情 你內心你過得去嗎 高長海 你冷靜一點好不好 你別一遇到什麼事 就火急火燎的行嗎 對 我偷東西我是不對 你以為我願意啊 我 我沒錢我才偷東西的 何小新 你把錢給我 沒有 你把錢給我 我去勾那個秦老闆 沒有 我十萬塊錢給了雜誌社 十萬塊錢給了裝修師傅 我現在就剩十五萬了 你去告啊 你讓他們來抓我 最好你讓你的孩子 也在監獄裡面出生 去呀 趕緊的快快快碰一下 裝孫子是吧 我前兩天聽一預言故事啊 我給你講講 大概意思是什麼呢是吧 這個 有一群老鼠 去偷吃肉 他們就爬上這桌子了 上去之後 當他們剛要吃這肉的時候 忽然一老鼠發現旁邊 蹲著一隻狗 那老鼠就說 那這這咱們要吃肉 這狗不就來上來 把咱們給咬死嗎 咱們怎麼辦呀 那其中一老鼠就想 我就跟那狗說說 他就跑到邊去了 狗 這個這個我給你商量的事啊 這我們要偷吃這個肉 到時候給你分一半 你就別跟主人說 你覺得行不行 這狗想了半天 說不對呀 媽 這個萬一主人回來了 看到這個肉少了 這甭管是誰吃的 他都得懷疑是我吃的呀 挺逗吧 我後來呀我就 左想右想我覺得這個故事 挺有道理的 這道理在哪兒 就是説這個人啊 一定要堅守自己的執責 不能為了一點利益 而放棄自己這個執責 如果他放棄了 那到最後吃虧的 受傷害的一定是他自己 不是 你說的意思我明白 是我幹的 為什麼 小新工作上出事了 老闆上能賠錢沒錢 我就把軟件賣了 那你就把軟件賣了 為了自己的利益 你放棄了大家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我幹的不是人事 我出口不如 蘇士 蘇士啊 秦老闆給了我三十五萬 這卡裏碼還有十五萬 你 你幫幫我行不行 你幫幫我 你幫幫我想想辦法 咱們 咱們就當這事沒發生過行嗎 你不用這麼看著我 我知道你想什麼呢 你想 高上海 你真是臭不要臉 是 我 我不要臉 我不要臉都是被B球來的 我沒錢 我沒錢就住不進去房子 我沒錢 小新就要跟我離婚 我沒錢 我們的孩子就沒有了 蘇士你告訴我 我該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 你說完了嗎 這就是你的理由是吧 你 喝完這杯酒 關上海 咱倆不再是兄弟 服務員 買單 服務員 你還要不可以 你還要不說 我哪有錢 還要不在家 你自己保留 就怎麼賣我 你怎麼賣了 你為什麼就買了 你怎麼賣我 你哪有錢 我就是我 你怎麼賣我 我 Wähler 我那是你 我去買 Run 我媽媽娘的可以找我媽媽的 我明天回去自首 之后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 可能你会 为一阵子苦日子 停不住的时候 把房子卖了 你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来 不信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就没办法挽回了吗 除了自首 还没有别的出路 真没想到 潮海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对不起 老公 你也别太难过 咱们也只能帮到这儿了 他们自己的路 还得自己走 他去 你说这事 你大菜也太大了 这你好抓贼 不是啊 这都大佬 大佬大佬一顿不卖 告诉这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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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什么 听什么 苏氏 这事说高尘还以为人多多 你告诉我凭什么你要去辞职 凭什么 没有那么多 这些责任总得有来来 如果你来的话你怎么办 你老婆正在回家里 你房子正在装修 你一个人挑在上海 你没有工作 你告诉我你怎么办 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能让你来替我打 长海 所以兄弟也在告诉你最后一句 作为男人到什么时候 咱们都不能丢了这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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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的 好的好的 好 謝謝警察同志 好嘞 好好好 再見啊 好 小夕 進來一下 主編你找我 我告訴你個消息 學富貴抓到了 真的 真的 他的財產已經被凍結了 這回咱們消費者的賠償有著陸了 太好了 經濟問題是解決了 但是咱們的負面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除 你得努力啊 我會全力以赴的 加油 加油 什麼抓到了 啊 是 太好了 我還怕抓不到他 咱們雜誌要盯不住了呢 行 那繼續讓何曉欣好好幹吧 學富貴那個笨蛋 怎麼能被抓住了呢 他應該不會把我供出來吧 不會的不會的 我只握著給他提供個消息 他根本咬不到我 發什麼愣呢 伯母 我想給蘇士換床單 但又想他反正也不回來住 我換了也沒用 這可是關鍵時候啊 你可別打退堂鼓 我上來就是跟你說一下 我剛給蘇士打電話了 讓他今天晚上過來吃晚飯 這可是個好機會啊 好 我先禁止在這一秒 明天發生的事不重要 愛情像一個氣泡 不經意間就碎掉 如果只剩下最後一分鐘 我最想牽著誰的手 渡過你沈默 眼神卻告訴我 你會守候這份承諾 我的愛不會陰落 留給你穿淡的煙火 我守護你 守護你的時間盡頭 請相信我 那個人是我 請把手交給我 要知道 明天你不會是一個人 身邊有我 人對你錯 不一樣的 女人 對你錯 不一樣的 女人